AFC Energy PLC宣布已收到来自瑞士电气系统巨头合作伙伴ABB的第一份氢燃料电池订单。 这个200千瓦的系统将用于为电动汽车的充电系统供电。 通过两家公司之间的合同,ABB将分三个阶段支付全部400万英镑的款项。 最初签订合同时将支付第一笔200万英镑。 然后将有2笔100万英镑的付款,随着各种部署里程碑的实现,这些款项将在此过程中支付。 该公告是在另一项公告之后发布的,该公告称ABB已获得400万英镑的认股权证,已认购680万02720股AFC普通股。 这是以58.8便式的行驶价发生的。 大功率、高密度的S系列氢燃料电池系统,用于大功率电动汽车充电。 自去年12月签署联合开发协议以来,两家公司就已经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。 此外,今年上半年,这些公司试用了ACV的较小的L系列燃料电池技术。 该测试涉及为ABB的EV充电基础设施供电。 AFC现在将在2023年初提前交付其S系列氢燃料电池系统。 据AFC称,它正在提前完成最初的计划,并将在2023年初准备好因离子交换膜S系列技术。 该公司还表示,其氢燃料发电机将展示市场领先的能量密度,来自因离子交换膜燃料电池,并安装在大约10英尺集装箱大小的集装箱中。 此外,该发生器将能够使用H2和作为氢载体的氨作为其主要原料。 两家公司都与潜在客户在各个市场打交道,因为200千瓦S系列氢燃料电池产品规范, 也使其有可能将其应用于其他市场,例如海市、数据中心和里网市场。 感谢您选择氢燃料新闻网,不要错过免费访问我们的独家电子书的机会,立即注册。 在HFN上关注这个故事和更多信息。